你好 欢迎收看11月11号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陆宇慧 花莲知名景点七星台 向来吸引大批人潮游览 然而生活污水未经处理就排入大海 加上附近美轮工业区失业废水 也都会聚在这个地方来排放 污水直接流入大海中 西元郑保秀请县政府向经济部来争取经费 设置污水处理厂 另外青年住宅A洞B洞住宅有漏水的严重情况发生 也请县政府能够前往现场了解解决住户的生活品质 美轮工业区空军第五连队 以及花莲市明星里的污水和家庭废水 全部排入七星台大排水沟里 直接流入大海 现任这宝秀则是觉得相当不可思议 希望政府能够向经济部反映 来争取污水处理厂的相关设施 不要再污染我们的环境了 因为美轮工业区跟明星里的排水 都是经过空军五连队 然后再流向我们七星潭的林潭桥的大排 然后直接往大海去 因为没有做这个污水处理的建制 所以上面上游的那个恶臭都往五连队里面来 所以当时五连队有封管 所以有打开一点 后来真的也全部打开 因为我真的也很气 例如说我也拿拿冒控把你们堵死 后来就打开了 打开但是我希望我们公务部门 我们经济部或是我们县政府 这个能够帮忙处理这个污水 提出计划因为现在中央很多的钱 那有需要做这样子的污水处理 不要让我们的恶臭冲天这样子 另外针对青年住宅品质 则是相当的不满 A洞和B洞的住宅都有落水的情况发生 影响到住宅的生活品质 因为我是住在新城乡的人 每天经过这个青年住宅的这个基地地方 然后本来也不想怎么想看 那是看每天都就像我修的这个一样 漏水真的蛮重的 所以我也讲说 他先走苦苦走 土水走路 然后这个漏水的问题 不是我们三言良语可以讲的 我也希望我们出钱的单位 我们县政部能够 积极切实的请我们的施工单位 把这个漏水的问题 处理好 我觉得很多地方有需要改进 先言政部就表示他住在新城乡 村民都会跟他成情反映新年住宅的问题 而且也不只有单单漏水这项重大的问题之外 新年住宅有相当大的瑕疵 也希望县设处也请县长前往县长会刊 到底问题出在哪里 也请务必保障住户们的生活品质 记得就关于华生报道